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目前俄罗斯要暗杀的目标 不过他还是非常勇敢走出了总统府前往的是医院来探视受伤的士兵 而泽伦斯基前往的是基辅的一家医院探视这受伤的官兵 那泽伦斯基在现场除了是听取了医生的简报 还走到病床前和伤兵来前话家常 另外看到有些人非常开心要跟他合照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